들고选择 哈啰 大家好 Aunty Liu来了 Aunty Liu要去朋友的家 party 就家里机会这样 然后我又想到说 哎呀 拿我最拿手的糕点 就是一博 但是 historical贩壶因为是白色 所以我今天我要做的 是用这个金瓜 不要用金瓜 你可以用番薯 紫番薯 黄番薯 都可以 如果你用这一种瓜果来参下去 它个月还是美美软软 而且因为这个金瓜是最漂亮 你们用金瓜就干脆 因为金瓜有甜度 而且又很好做 颜色又很漂亮 好 今天我要做的大概是50粒左右 来 起锅烧油 然后这个椰糖500g 把它吹破了 狠狠的锤 我不用这 薄下去 水 就放了50的水 如果是说你做一包的粉 你不是放25咯 就是这么简单咯 然后 加班兰叶下去 没有规定的班兰叶啊 你有多少你就放 最少都要放5片以上 才有那个味道 不要跟我讲放2片3片啊 都没有开佛 不要开太大佛 我开很小佛 因为我要煮这个椰糖油啊 刚才都叫你垂多一点啊 我以为我垂到很碎了嘛 哇 这次会塞人了哦 很厉害耶 会塞人了哦 看到吗 用了哦 这边的椰子有两粒 倒下去 炒 炒均匀它 中火 因为这个你炒啊 等下你炒不济 会炒融的啊 中中火就好了 炒到它均匀 你看它有试试的哦 要试试它 这个时候 阿姨加芝麻 一大匙 哎呀 有能力你就放多一点 无所谓的芝麻粿嘛 是 花生阿姨你放几多汤匙 炒 放花生更好吃 哦哎呦 更好吃哦 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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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给你放花生 做生意放花生啊 我吃米的啊 这一个的放花生放芝麻 只有海南人这样子做 以前你看以前的视频 没有人放花生放芝麻 好了 阿姨关火了咯 不可以炒到太久啊 等下干了 干水就不好吃 嗯 可以哦 做好 金瓜 金瓜的是我要做1kg的糯米粉 我就用大概半kg 包括皮在内和种子 我整个这样切起来半kg 然后把它切片 蒸10分钟 给你看 水滚 开始算起 软了咯 你蒸的时候啊 有水分在里面 不要倒掉 它的甜度来的 ok 有时候一些人会叫你倒掉它 为什么呢 因为它给你的水分是刚刚好 它怕你们会弄的太软 但是不需要的 阿姨教你们怎么样啊 啊 碾碎了啊 很烫很烫的啊 现在是 要以最快的速度啊 为什么 我要烫这个糯米粉的面 啊 ok 你们的手啊 不能够的啊 受不了的 拿筷子啊 筷子是最好做的啊 ok Auntie有教过你们这个 secret recipe 粘米粉 如果你做1kg 只是要5g的粘米粉就可以了 然后100ml的水 再加上2大匙或3大匙的油 就可以了 还是烧烧的哈 把它放进去 5g就好了 Auntie会煮10g嘛 然后又把它搅 这一个呢是给新手啦 如果是说老手 你们不要做这一个 无所谓的 都是可以的 新手的人呢 就一定要有这一个 因为你知道 那个粘米粉拿来煮的 它就好像江湖这样有一种粘异的性 所以你做起来就不容易破 ok 很烧的哈 不要 不要就马上搓哦 不要哈 先这样 每次叫你们这样 你搓的时候 你们不会用那个暗度 那个力度 然后会把它搓成 一整块是粘米粉 所以Auntie会这样子 把它全部打开来先 你看 一粒一粒看到吗 这个时候放水 Auntie这一边的水呢 我不能够给你们的 因为是agga agga的 这个真的是agga agga的 为什么 因为蒸那个金瓜的时候有水 啊 金瓜还有粉也有关系 然后记住Auntie用的粉 一定要用这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真的很好做 而且它的 product是很control 它的quality是真的很control啊 然后这边Auntie这边的水是一个liter 你看根本都不成型 慢慢加 啊慢慢加 不要一下子倒多多 还有记住放油 1kg 你放5大匙 4大匙 3大匙 都不是问题 你这个时候要放一点糖 也不是问题 啊 一些人要讲究卫生咯 他就放少油咯 当然是油越多 油越漂亮咯 Auntie放大概 4大匙的油 因为1kg嘛这边 做生意当然是没有给你这么多油咯 你要多都没有啊 几贵你知道吗 本钱 ok 放油下去等一下它就会 微微 画画 而且皮也不容易干 好了 做好了是不是 新手 你可以休眠10分钟 老手可以直接做 来 准备一碗油 ok 然后你拿 一块钱大概是 35g 以下 然后记住 手 一定要沾那个油很够 然后你就这样 你看我的手是油 看到吗 ok 然后为什么我叫你们放沾米粉 Auntie看很多人做啊 他们一桌桌桌桌的时候 全部破了完了 再给你们看啊 按一下 ok 然后这样做 你看 你看它的边边 滑滑的 不会破的 就放5g的沾米粉 1kg 不要10g 10g可能会一点点的硬 但是今天5g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金瓜 然后 然后 放 椰渣 自己的当然是 放多一点哦 内线 配薄 很凉的嘛 还没 跟着你就这样按 然后你看Auntie按的时候 又是抹油 然后 把它搓成一粒一粒的圆圆 拿一片香蕉叶 擦一点油 然后你拿的时候 你看这个破了是不是 不要紧 把这个不美的放在下面 底 内 朝内 那个香蕉叶啊 卷 起来 按下去 美不美 来 终于做完了 然后 你看我的地上 你去帮我拿那个 vacuum cleaner来 你看 你去拿那个 vacuum cleaner来 它自己跑 去包它过来 水滚了啊 放下去 8分钟 水滚了中风 记住 8分钟里面 你要开盖2次 啊 为什么 Auntie的竹笼还可以 如果你们不是竹笼的话 你们那种钢锅啊 那种啊 蒸笼啊 它会膨胀起来 然后它会不漂亮了 啊 好 8分钟我们等 8分钟了哦 卖顶了一勺 是不是有点膨胀 可以了 开始等回头片 它回去有哦 好了嘛 你只是说 这边这部分罢了 你看男人就是这样 你讲这个部分 然后它就真的这个部分 我讲是啦 我这边很肮脏 反正你就走走完它啦 它真的是用它的手机来控制它 搞这个部分罢了 啊 清晰哦 不是浪费咯 它回家就做了倒垃圾了嘛 我知道它倒垃圾不是浪费咯 它都没有做到完全部分啊 难道我讲这一边你就这一边 不过不错啦 真的是一个 急步啦 你要的那个部分 它就做那个部分啦 这样啦 你要整间等下 细整间很容易 再按一下就细整间了 做完了啦 然后Auntie不试吃了啦 很美的啦 很好吃的啦 我给你回去给它自己跑 我们不用理它 我回来我才Double J 不干净 我就一脚就踢它出去 不是踢那个Vacuum出去啊 一脚踢Uncle出去啊 它再不会咽到不干净 然后这个是树里客厅的 我不要玩在厨房 觉得那个粉哦 它会飘去客厅的 然后我放它回来 它一点很好就是 我要它回来做磨 因为它Vacuum完了 你知道吗 我放它回来 它就会自动洗 洗干净 然后它洗干净哦 不像以前的Vacuum cleaner这样 我可以拿旧的Vacuum cleaner来 这样 这个机器robot啊 Auntie多到夸张的 哎呦 你要拍这个store很恐怖啊 这个是Uncle的工作室 嘿嘿嘿嘿 等一下 Dreamy Uncle买的 这边一架 然后以前的Vacuum cleaner 要清洗的话 用完了过后 你要这样撤出来 也有钱多也有 撤出来自己去洗 然后再给你看旧款了 更旧了 这个更旧更旧很多年前了 впart acknowledge 是在淘宝买的 嗯 这个只是 细罢了 也没有东西少啊 没有没有 它就这个town 这个这样 燒燒燒燒燒燒燒 它不知道 这一步在 客厅那叫我拿 小儿子拿去 拿去咧 我撒地咧 来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家的后面 我可以反过来 我给你看 他们现在的 他是用这一种布 这一个布是真的是很好抹的 以前我用手啊 推的抹布的 也是用这一种布 很好洗的 然后这一个就很好 不用实了 他直接 不是我给他们看 如果你是说真的要拿 不用实的吗 不是 你是真的要拿下来洗都是可以 但是不需要 他会自动洗 而且你看 脱布已安装 啊 末布已安装 来 你听 不用洗啊 这东西了 这烘干的 末布已取下 啊 末布已取下 脱布已安装 OK 这一个呢 他是硅胶来的 啊 他不会剪到这么夸张咯 我可以拿出来 我可以拿出来 来 因为我没有弄啊 Uncle买的 嗯 然后整个鲁这样可以拿上来 整个鲁拿上来啊 哪里 哦 这样简单啊 对啊 所以头发不会剪 你看他的肥尘全部在这边了 头发剪了这边容易拿出来 就容易拿出来啦 OK 他不会剪住 OK 然后 给那个放回去 嗯 OK 这个呢 就是这样 他一边少拉式 他又可以一边跟你 抹地 抹地 他是抹很干净 啊 抹地咯 他就是跟你抹到很干净咯 OK 你看 再看一下 他每次抹完地啊 他会自己回家 他自己会在这边清洗干净 不用撤去洗啊 不像以前这样 以前南帝每次抹完地了 他会直接走 你不用拱进去的吗 嘿嘿 我要快吗 我不要等他吗 那你按那个回家 那你回家在哪里 按一个物质吗 这个物质 哦哦 物质 他就会开始返回充电 开始返回充电 真的这个不用返啊 越来越运动了做东西 开始充电 他继续完了啊 来 我给你看 他的拉式 他有一个拉式袋在这边的 他会跟你装满了 整个你就丢丢他 啊 这样子 而且他的很大咯 以前的咯 以前的 他就这样 这么小个 每一次差不多两三天 Auntie就要拿去倒掉 他清洗干净 这个是以前的 ok 以前这个 这个是第一期的 是没有的抹地的 后来我们买有抹地的了 但是抹地的也是很小 然后这一个我喜欢他什么 高菜歹童 ok 他满的时候他会通知你的 但是我在一天里面 因为Auntie的范围是蛮大的 Uncle会设置在他的手机里 有那个App 但是你不用去设置他的 你给他自己自动跑 他跑跑跑 他会设置了的 哪里有障碍物啊什么啊 就算你暗暗 他也是会自己跑的 当然了 他是robot了嘛 他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灯 LDS 极光 还有一个什么 他有电眼的 他是AI智能来的 他是AI智能来的 但是这些电子的东西的名称 我不会Uncle才会啦 ok 我们讲回这一个 你看他这个是肮脏的水 很容易分别 然后这个是干净的水 所以他这两个呢不是什么 他就是自动洗那一个抹布 他took的时候啊 他会跟你洗一趟的抹布 他回来的时候 他也是自动跟你洗那个抹布 然后他自己会烘干 他烘干的程度是99% 还有一点 以前我们那种小的 我们要去装 开他到后面的屁股 装一点点那个Sample 然后这一个就不用 这一个呢 他是三个 一set有三个 你可以用三个月 他才卖129 然后Uncle也去search了其他的啦 因为一想到要买这个Sample是蛮贵 其他的一包啊 百多一百六十多块 一百多一百多块 只是一个罢了 就是三个 但是他三个 OK来这样子放下去 放杯下去 就这么简单 很容易放的 就是这样罢了 很简单 我很喜欢 然后Uncle就很喜欢用他的handphone 为什么呢 有时候他晚上 这一点好了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 有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 我们听到很多的case都是这样 他们会听到东西就下来咯 一下来完蛋了咯 那个贼土肥就在那边咯 威胁你咯 然后呢还一点 Auntie要讲 很重要的 折一下茶瓜 我看到烧烧的不错 有一个Auntie的朋友 你知道吗 晚上的时候他听到声音了 他的老公就跑下来 看一下是什么 看没有东西了 下来了啦 那个贼冲过去 抓住他 快点冲上去 喊他的老婆快点关门 但是抓住他老公 他老婆关门都没有用 他也是要开 翻阅了 但是有这个啊 Uncle讲 我不用下来了吗 不然我要免得要这样 慢慢下来 这样偷看一下 谁长住我也是看不到 他可以叫这个robot 走 他有CCDV看 可是你这样子讲 我也是没有用啊 人家知道了嘛 你现在拍了视频 人家知道有CCDV看啊 哈哈哈 他可以讲话 你可以讲话 哦 我可以用手机来讲话 这边有speaker啊 等一下你示范给人家看一下 又如果有J一晚上啊 你叫他跑 你看 他在录着 然后你看 我讲话那边你外面听得到的 然后哦 你不要录了 你按掉他 他就影片直接上传了的 你就可以在app那边下转下来 哈喽 哈喽 刘老板 你好吗 刘老板 几时要出粮给我 我没有钱了 我是小偷的话看 吼谁人啊 然后他关着帮他 拨懒 谁人啊 这些咯 拨懒 这些咯 这些也没有了咯 没有 那CCDV就录了哦 上网了的 录了这算你可以倒得下来的 哦 他直接在上网了的啦 就像你打烂 也是在里面的嘛 像你手机里面的 他的时候看到他的眼 哇 马上放出来 大家去追踪他 这很好玩哦 好像那个什么 你很喜欢看到套戏 那个小孩子留在家那个 Home Alone 啊 Home Alone Uncle很喜欢Home Alone 所以他的家设计到像Hawk 有一点点Batman 又有一点Home Alone 很好吃的 给你吃一口 其实现在我们不用 我们有听到有声音 Uncle很喜欢就是 开他的手机 看一下下面 他的那个App里面 有Record 讲说我Vacuum 几多点 而且你也可以set 你每天要几多点 它Vacuum也是可以的 也可以拍照起来 对 也可以拍照起来 你可以看回他的App 它有Record的 Uncle也没有用App啦 懒惰啦 Uncle开到手机来 闷得分啦 我跟他们拆下去就行啦 调好食压 每道食压这东西 但是我不要啊 因为我有时候干净啊 你干净就不要咯 你要都才去咯 有时候我又不是 有时候我又今天 好像我做煮饭什么 我就会有一种 强迫着Uncle有一点点 然后我就觉得 那烟油跑进来客厅 我一下忘记关窗口什么 我就会Vacuum 做茶果这样 刚才这样 我就觉得那个粉 全部飞出来客厅 我就要他 然后有时候我又要叫Uncle 我就很辛苦 我就这样 但是Uncle是真的不要携 你们女人也是不要携 给老公去玩啦 是他做工嘛 然后Uncle有时候 就用脚这样踩一下 但是Uncle的App里面 手机里面 因为他有Record 他的Basement 客厅 厨房 中央的顶牌嘛 然后他一道地毯的东西 他会升高7mm 他是东升高 他的纹就不会断了 他就轻轻了 他升高上来 你看啊 这边有块地毯啊 你看看你有拍到他升高 有啊 有啊 你能看到咯 就算地上有布 有那个地毯 我们会放的嘛 以前的Vacuum Cleaner啊 他如果有这个地毯啊 我跟你讲 他吸进去的 或者有布 然后哦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哦 完蛋咯 他煎住了 然后哦 Auntie的一家就是因为 他吸到那个 骂脚布啊 然后去旅行 整个月回来哦 他死了 坏了咯 但是这一个你就不用担心啊 就不用管它啊 有cuppet的 Fully carpet都可以Vacuum啊 所以叔叔那一天 他去介绍Vacuum的时候 你们有看到那个Vacuum 就有在家里 叔叔抱他下去 Vacuum Fully carpet 然后你拿上来的时候 有胖脚 然后他有放水系吗 有试的吗 第一张他就没有放水系了 第一张他就会自动 那个坨布就不跑了 就自动水系 哦 OK 目前来讲啊 这一架机是最advanced的了 它再清洗 然后以前的那一些呢 我们用 我们用那个Auntie用那些 普通的Vacuum cleaner 一弄完了我就要拿去洗了 不然它会臭味 然后这一个呢 就不用紧的 它的那个瓶 很蜂蜜的 它是动风干的 没有那个布 我讲那个脏水啊 哦 脏水它不会走出味道来的嘛 它蜂蜜的 然后呢 我也喜欢它的脏水 因为我喜欢拿来 凌花肥料嘛 所以目前 你买 3,000多 3,000多 3,900也是3,000多 3,200也是3,000多 3,900 3,900 没有啦 阿Sam讲他在澳西亚看更贵 澳西亚卖很贵 因为我的儿子在澳西亚做工嘛 后来他跟我讲这一家很好 他讲澳西亚 他看到澳西亚钱9,000了 差不多马币准6,000 6,000多马币 然后新加坡也是卖很贵 因为阿姨有朋友在新加坡 他讲新加坡很好卖这一家 但是对他们新加坡来讲便宜哦 还有一点 他的公司 有在这边 在巴胜 是Date Alang 所以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拿去给他service 他们这边有的service 有的service 他们有service center 就OK啦 最重要最重要一点 阿姨要跟你们讲 你们买的时候 记住啊 阿姨会放那个link在下面 因为很怕 每天一些人家问 阿姨没有卖的 阿姨跟你们讲 阿姨跟你讲 阿姨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卖 什么东西都没有代言的 只是好我就介绍 如果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对啦 那些网站讲阿姨六啊 什么啊 叫你们给deposit啊 那些全部骗人了的 你们要买最好是去 直接去 Shoppy 或者Lacata 或者去一些 那些 再拍他的品牌啦 等一下人家又一直问我 一直问我这个品牌 记得啦 你放那个品牌在我这边 他的model 不然每一个人都message 问我 然后我一直讲 在留言区里面 不是在那个 说明欄里面 discretion box里面 但是很多人 还是不会去那边看 所以你还是放这边旁边 比较好 他的model全部 OK 然后你们在Shoppy Lazata买的时候 How to offer 的时候像Uncle这样 offer的时候 Uncle就买了 这个Shoppy 对啦 他这样他的 他有官方网站 大型的商店 对 的电器店 都有卖他的 都有啊 嗯 OK啦 不要缓啦 总之你们去SupyLazata 看就对了啦 好啦就是这样 再remind一次 不要啦 Facebook 什么哪里有放Auntie Liu 讲有卖这个 介绍啊 你们就完全不要相信 完全不要相信 不要跟这些工啊 吹盖球的 OK 三千多了 他说Auntie Liu 卖钱多块 Auntie Liu 卖钱多块 现在offer 无人就是 哈 没有可能的是哈 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边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和留言 Auntie都有看啦 很谢谢你们啊 诶我茶锅 做做做记忆 这个我的茶锅 真的没有拍到 OK 拜拜